我们回顾在昨天下午这一架F-16V战机是进行对地机炮攻击训练 下午2点54分从基地起飞随后雷达光点突然消失 而且还有民众目击战机坠入海面 飞官同步失联 根据了解这名陈毅军官全面陆海空来搜救他 而且在晚间空军司令部也下令F-16V机型部队天安一号 暂停全部的演训任务进行特检 两艘巡防艇也从嘉义部队港出动 路面也有海巡队员拿起望远镜 海陆空三方总动员绷紧神经 因为下午传出F-16V战机在嘉义东时外海坠机 飞行官陈毅失联 编号6650的F-16V战机下午2点54分 由飞行官陈毅驾机起飞 执行例行性的训练任务 没想到在3点24分竟然在水溪靶场周边光点消失 空军立刻成立应变中心展开搜救 共同心现在是讲说有两台巡队机在那里 对对对 国座周边还有报嘛 据了解失联的上尉陈毅 他是空军官校106年毕业 总飞行时数321小时 F-16的飞行时数也有60.05小时 追及消息传出 总统蔡英文指示救援优先 空军副司令也在下午3点55分 开设经济应变中心到嘉义基地现场作证 空军司令部下令 F-16型机部队天安一号 就是暂停全部F-16型机的战演训任务 战演训任务全面暂停 F-16V机型展开特检 除了搜救适事悲观 更要确保类似汉事不再发生 这组合报导 F-16型机部队天安一号